大家好 我是朱sir 大概两三个月之前我们在YouTube影片介绍过一只短炒的股份 其实我朱sir也很少说短炒 但是在影片里说明那只股真是短炒的 那个股票是2600中国铝业 我们当时预期三四个月的时间 如果是4元边甚至3元尾的角度 就可以赚到20%左右 甚至以上 近期股市大家经历过是七至八月都风声喝泪 即使是一个这么差劣的环境里 也大部分的资源股都上不了前面的高位 唯独是中国铝业一枝独秀 而且在近期市况里突破了多年的高位 也是52周高位 密集区的5元价格也正式升穿了 我现在在这条片段时就大概5.5-6左右的水平 所以作为了一个进责任的老师 也想去评论一下这个股份的进一步策略是怎样的 所以我就想分三个维度为大家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就是分析整体公司的业绩是怎样的 以及这份业绩是怎样帮助我的股价冲了上去 第二就是整体去到这个价格 即使有一份这么好的业绩 其实估值是否有少少到榜呢 我这一段都可以未过过程先说结果 其实估值真的有少少到榜了 即使是这样的业绩基础之上 但到底是何在呢 这个就是在第二部分我们会分析的部分 第三部分就是想谈谈短炒投资的心态 即是说如果又怕它会做一步升的 那这一种矛盾的心态 那究竟我们怎样处理呢 这个是所谓投资心态的部分 首先第一部分我们来看看整体中国业绩的业绩 中国业绩的业绩的业绩的确是相当之地优秀的 如果是以中期业绩来论的话 这个是建基于为什么业绩的改进得这么好呢 主要就是因为旅价 在公布业绩那一刻 甚至在我现在做YouTube影片那一刻 它已经去到十年 甚至是突破十年的高位 说的是旅价是自从疫情的时候的低潮 跌到最低大概是万一二元左右一个单位 但是现在已经 即是轮动的旗旅 已经去到大概是一万七千元到一万八千元左右的水平 现在的水平基本上是创过十年以上的新高 要知道资源股的特性 逢是突破了它那个所谓的金属的价格 是突破了某个所谓的临界点以上之后 突破了某个成本点以上之后 那个毛利率就会直线地向上升了 即是说去到可能是 突破了万三元开始 每多一千元 突破了那一千元就近乎是你的净利润 因为你要明白 在一个抗业公司里面 譬如说是一些管理费用 或者是近乎不需要研发的研发费用 或者是大部分的销售费用的角度 其实都是近乎constant 或者是类似constant 所以就是说如果商品价格是直线急升的话 突破了那部分就等于正利润 这部分就比较像今年的明星股 1919中远海控的盈利暴增的情况 中国铝业在半年业绩里面 其实营收就由800多亿 去到1207亿 增长了大概是四五十个% 但是我们看到的毛利 就不只是增长四五十个% 毛利就是由49亿 就暴涨到129亿 你一听也知道 49亿去到129亿 其实是不止是一倍的 这个去到差不多是两倍左右的水平 而相反就是说在销售费用 或者管理费用的增长那部分 就远低于是所谓的成本 或者收入的增长 譬如说 在销售费用那方面 就由7亿3亿去到8亿7 就是增长20% 而在管理费用那部分 同样地 就是由17亿增长到23亿 所以你看到这两部分 主力的成本的选耗 其实商量收入的增长 也是低于 低过的 所以这样拉出来的盈利 恐怖到 从去年的剩利量 只有两亿 变成了 赚了差不多 48亿 再加上 其实这48亿里面 原来 还有 其中 11亿 是说的一次性 是一些 现金的 候选 那这一次性的 现金的 候选 就有机会去到下半年就很大机会没有了 所以在结基业绩的情况下 中期的盈利就先可以是暴涨这么多 而这个所谓的铝价也会展望 可能起码去到今年第三季或者第四季完结之前 都会相对来说是会比较硬一些 除了就是说环球的量化宽松 那个周期是未完 即使美国是说是所谓的收水也好 其实都是收得相对来说是很谨慎的 之外我们就说中国政府的供给质的所谓的改革 是大力地禁止了那些是不好的 或者是落后的女业的产能 这件事其实也是对于女价的支持 也是相对是比较大的 所以也都展望中国女业全年的业绩表现 也是相对比较优秀的 这就是整体的业绩使股价可以上升到这样 但是我们另一边就是说 如果我所谓这一堆那么利好的消息 如果说的是三个岭或者四元的时候 其实这堆这样的消息的确实是好消息来的 这个客观的数据 但是问题是当去到大概五个多的时候 就变成了在股值上有一些是所谓开始审慎 大家有一个常识的资源股 是说的是很容易三间坪就五间库的 或者我们所谓一年就当三年 一年不发市发市就当三年 现在的景气很明显是去到所谓的高峰 资源股的景气能否维持到两年 一直都很成问题 所以这个世界是真的没有绝对的 还是可以维持到两年或以上的光景 以历史的经验都比较难 所以现在整个旅业自从在逆重复苏之后 已经走过超过一年的黄金的岁月了 其实在高峰的周期可不可以再捱多一年 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怀疑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今年的中国旅业的盈利很大机会 就是整个周期牛市的高峰 如果是这样的因素的情况之下 其实今年的业绩即使是好也好 其实这个每股盈利大概是四毫半的人民币左右 四毫半的人民币就是大概五毫半的所谓的港元 现在的股价已经升到五个半的角度 其实很容易就可以计算到市盈率已经去到十倍了 你要明白对于一般的股份 或者高新科技的股份 十倍PE便是便宜的 但是如果根据我们历史的经验 如果一个资源股是去到盈利高峰那一刻 平均百到十多倍PE 很多时候就是所谓牛市的极限 为什么PE是去到这么低 那些人已经不敢捱上去 因为有很多聪明人或者怀疑论者 会觉得今年就是传说中最好景的那年 很有机会 那你下年也没那么好景的 假设你的盈利是竟然倒退一半的话 那我今年表面上是十倍PE买而已 其实我是很大的可能买了下年的二十倍PE 那每个的Smart Key是这样想的 那哪有人这么笨帮你夹到二十倍PE呢 所以中国女业如果你要去persway我 是可以去到百元九元十元 那我觉得真的要那个伦敦奇女 是可以去到两万多元的时候 你才可以有这样的论调 这个就是我对于整体估值的想法 所以在策略上 我觉得如果是升到五个半这些价位 如果是再越高 就是真的可以再硬地升上去的话 你就应该采取越高越走的心态 当然了如果有些人听我们的YouTube channel说是短炒的话 可能你已经在五元边或者甚至四个九 你已经是走了 走了的话 亦都是无谓去高追 这个就是整个分析的第二部分 至于最后的部分就是说一些所谓短炒的心态 其实我们就是说短炒 最骚忌就是说 当你去到某个目标价 你又不舍得去沽 然后你又不肯动作 然后又会觉得就是说 譬如说 你四元边买的 升到去四个九 然后你就觉得 想再贪多一点 又会问 会不会去到五个三 去到五个三的时候玩得这么有恨 你又一股都不放 然后你就会想 究竟会不会去到五个七 于是 股价越升 你怎样都不行动 好了 那倒回来 万一你去到四个九那一刻 你想去到五个三 然后它去不了 跌回到四个半 你又吵吵闭你又不开心 不开心之余 你又不快动作去执行指赞 回来回来 分钟回到去打和 或者倒输也有了 OK 所以我们就说 在短炒的心态 我觉得可以 建基于两个正确的元素 第一 就是说应该要倒价 去到某个目标价 就要执行指赞 这是第一条道路 而第二条道路就是说 如果你有很强烈的证据 无论是fundamental 或是technical的角度 去persuade自己 他真的去到四个九 不是传说中的 短炒的目标价 他还有得上的 OK 不要紧要 如果你有这么强烈的证据 那你起码 应该是 执行的纪律 是沽了部分 或者 你真的坚持不沽 要再高点的话 你就要设定一个 很贴好贴的指赞位 即是可能 你拉到下方 4.9 你不肯走的话 万一你判断升 5.5 是失败了的 那你就要乖乖地 回到4.7 或者跌穿4.7 你就可能要执行 急速的 是指赞的指令 就不可以 4.9 贪去5.3 刚才好像我以前 opening所说 又不行动 然后跌到 4.5 又不肯走 又不肯走 那倒输完才走吗 OK 所以如果在短炒里 基本上一言蔽之 就要有一个 严谨的 纪律 好了 去到最后这一部分 就想解答一下 网友的问题 因为我们看到有时 网友都会留言 去问一些 都挺有数据的问题 我们由于之前 比较忙 也没有去答 我们现在抽一些 问题 就去为大家解答一下 首先 我们看到有一条问题 就是问关于 碧桂园服务 碧桂园服务的 一条片里面 有位朋友就问 社区增值服务里面 碧桂园服务 就之前收购了 是房地产的中价业务 想问一下 相对 其他增值服务的方面 你觉得房地产中价业务 在这堆业务里面 的毛利率 纯利率 算不算低呢 基于毛利率和纯利的高低 其实就是 顺序应该是怎样呢 首先最低那部分正常 就是所谓收物业管理费 大家要明白 收物业管理费 香港和内地那边不同 我们香港 特别是说的 新楼 可能是4元一尺 甚至是5元一尺 还是说内地 特别是三四线城市 可能是两个多 不是一尺 它是两个多一方 因为内地是算平方米 所以就可以计算到 如果香港的新楼是4个多一尺 用同一个计量的标准 内地的三四线城市 当然是两毫多一尺 两毫多一尺 4元和两毫多的差距 实在是太大了 可想而知 那个毛利率和纯利率 在收管理费那刻 香港这边应该是挺肥美的 还是内地那边的 那边一定是最低的 而我们就说最高的那些 很明显就是 诸多的所谓的社区增值服务 我打个比喻 譬如 在内地的高级楼宇 高级会所那里 帮住户的小朋友 去搞个八日宴 你想想那个宴值 或者我俗称是 20元的红酒 或者200元给你 用个这样的比喻 你可以知道 诸多的社区增值服务 或者是为客户增值服务 的 应该是最高的 相反 我们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中介的业务 肯定就是在这两种业务里面的 中间的 的 首先 我们就是说 在这个 这一刻 本身不会去到太高的 因为你想想 就算碑桂园服务 本身是没有收购 这些中介业务 也好 他自己本身都是 在不同的楼宇 楼本里面 有个展销厅 去卖楼 这个展销厅卖楼的 这个作业 和赚钱 所谓 收费的那方 就是碑桂园服务就收费 然后碑桂园就给他钱 去做这个中介的业务 这一部分 你想想 碑桂园 2007这个股份 其实 数据也持有多厉害 对不对 本身房地产公司的 产品都低 怎么可以让儿子 赚得太多呢 所以你要明白 当碑桂园这个亲生妈妈对他自己的儿子 中介业务的收益 都是一般的 不过 孖巡都不会 给到太高的 那如果你收购其他 第三方的中介业务 那个毛利率和顺利率 就应该会更低 但是根据过往历史的经验 或者看报表的角度 怎样低也好 正常应该都不会低 这个是管理服务费的 亦都正常会高一点 所以这条问题 亦都可以体现到 为什么现在的物管公司 通常如果是社区服务 增值服务占比越多那些 或者增长越暴力 或者占比重越高 那个股份 是会有日价的 这个就是核心的原因 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们之前拍过一条期权的视频 有一位新手 他就类似这样问 他选一条问题有点复杂 但是他基本上是在问 是关于short call和long call的问题 我这条问题有点是把short call和long call混淆了 我这里也只是做一个简单的教学 long call和short call是完全是一个敌对的互相概念 简单来说 如果你收short call的话 就是收期权金 收什么 就是拼着股票 要他上方某个阻力位是不升 譬如我们在那条片里面 我们用700为例 譬如说我现在700是650元 我就觉得700是不会再破700元 于是我就选了700元这个价位 去做行使价 去收一个short call 他可能那个位 收到10元 或者可能收到100元 甚至收到20元 也不奇怪 收的钱的多寡 是视乎你选哪个月份 总之收了金项之后 只要到到期日那一刻 他还是没有升出700元的话 他那个所谓的期权金 无论是100元 10元 或者35元 你都可以代代平安 这个就是一个 short call 是所谓的概念 最简单 你只要记住 short call 是想他不升穿某个上方的阻力位 你细心换备了这一句 你就可以解决了很多不明白的胡思乱想 而我们就是说 short call的相反 就是long call long call 就是给一个premium 然后就拼股份是无限星 然后你那个期权 有机会是以倍数计向上升 我们在这个视频里就说 就是说如果期权的价格低于50 你这样卖给人就会亏钱 其实那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有一种期权 是叫价内期权的 譬如说 我现在腾讯是650元 我就买了一个是600元行使价的期权 你把650元减600元 它里面已经是凸了50元 这50元我们就叫做所谓内在值 OK 通常是期权的卖方卖给你 就不会是这么损 只是卖内在值给你 它通常都会在这50元的内在值的基础之上 加一定的时间值 亦是我们所说的time value 或者直接是premium 所以那个期权金的真实价格 就可能是50元的内在值 加10元8元的时间值 总共是58元或者60元 卖给你的 我们这个视频里解释了价内期权之后 最想带出的道理就是 没有人会这么傻 在内在值以下 卖了合约给你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视频里说到 只要低过50元卖 卖方是基本上是产钱给你的 所以在正常的 在现实里面 也没有可能有人这样做 如果有人真的这样做 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错盘 好那我们今天解答了两条 我觉得相对比较有素质的问题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里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是朱sir 下次再见